最近內地接連出現,兒童集體縱原毒事故 亦有民眾抗議工廠污染,令村民患病 專家將這些村統稱作疾病高化村 若污染問題沒有改善,更可能變成癌症村 這些癌症村早在十幾年前已經出現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 王淑玲就去了幾條癌症村看過 顧明永趕回家鄉,為哥哥奔喪 心情雖然難過,但他早已有心理準備 因為在江蘇嚴城的東興村 死於癌症的村民多到早已令他們習以為常 這裡流傳著一份所謂的死亡名單 紀錄了2000年到2005年,東興村全村千多人口裡 有80人因為癌症而過身 她丈夫是其中一個,52歲就死於肺癌 段德貴一直記錄著死者的名單 他和很多村民都相信 這麼多癌症是因為村裡的化工廠 這裡每家每戶幾乎都是靠種稻米為生的 但是這裡種出來的米,連農民自己都不敢吃 出現癌症死亡名單的不單止東興村 在浙江、蕭山的烏利村都有一份 還有距離北京只有50公里的河北夏電村 10月5號,9點38分嗎? 為什麼你要拍這個片子? 我也告他 各地的民眾收集名單、拍下證據 都是為了對抗污染企業 隨著過去十幾年 不少地方領導輕視環保、側重發展 專家相信 全國應該存在二、三百條疾病高法村 這些村莊、空氣、泥土、水源 受到重金屬和有毒物質的污染 引致癌症以至各種不治之症相繼出現 而情況一直未有改善 最近的十年來 環境污染對於農村社會的影響 應該說越來越大 它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之內 可能是中國農村面臨的最要害的問題之一 有線電視記者黃淑玲報導 明天我們會講一下癌症村現象 顯示出企業和地方官員千絲萬縷的理關係 而今晚七點財經資訊台的神州穿梭 就會詳細報導癌症村的問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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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